Hello,大家好,我是姚竹 我今天又出来溜弯了 今天带了个自拍杆 所以我可以把我自己的脸拍的比平时稍微小一点 现在呢,还是在我家附近的这个控场上 我跟大家呢,找个地方随便聊聊天 嗯,我看 这儿不错 咱们就在这儿聊聊吧 接下来呢,我跟大家来聊聊 就是关于新西兰免费隔离的这个事 之前不是说新西兰入境的时候 是可以免费给大家来隔离住酒店的吗 那么这个时间就是自从必须隔离住酒店 这种必须隔离差不多已经有40天了 是从4月10号开始的 那这40天中啊 一共花费了5000万纽币这么多 就给所有的人 然后算了一下平均到每一个人的头上 是差不多每个人要花费到 6万多纽币 那6万多纽币是和人民币多少钱呢 就是2万多不到3万人民币的样子 这个一回来这个14天啊 花费这么多 大家也知道新西兰的旅游 尤其是住酒店的时候也不便宜 回来隔离还算是很划算的 那么现在呢 就是参加过这个隔离的人 是7755个人 对,7755个人 然后现在目前啊 在隔离过程当中的有3000多人 其中呢就是我们在这个40天之内 一共查出来了10几例 全部都是呈阳性的 那其中呢一个人呢 是来自于澳大利亚的当时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人 就另外的11个 另外的12个人 是美国的过来的 那么目前呢参加这个隔离 就目前在隔离的人数当中 是有3000多个人 是正在隔离呢 然后其中呢就是 现在说酒店 一共有15个奥克兰的酒店 在参加 然后有两个是基督城 惠林顿的酒店在参加 那接下来呢 基督城的酒店 可能也会参与进来 但是其实现在来说啊 就是已经有80%的饱和度了 因为西西兰本身酒店 它国家小 本身也不会有太多的酒店 那如果未来真的是不够用了 更多的人就要回来了 那这些酒店会不会就启用这种汽车旅馆 但如果启用了汽车旅馆的话 我觉得可能就更加的不好管了 之前也跟大家说过 住五星级大酒店 还有人往外逃呢 就逃完了之后 又给逮回来的这种 也是出现过的 另外呢就是费用这一块 大家也会觉得非常的多哈 其实真的是挺贵的 因为这些费用就包括什么保安啊 吃啊 因为我之前给大家放过一个视频 这个里面是包吃包住的 然后还有这个保安系统啊等等 所以呢就是从这一方面就觉得花跌很多 接下来呢政府就是说 可能也会降低这一块的支出 有相关的部门啊就提出来说 能不能让这个留学生啊 或者说是旅行者啊 他们如果就是入境之后 未来需要强制隔离的 那这种他们要自行承担费用 或者说需要自行承担一部分费用 要不然真的确实是挺高的 六千多纽币 两万多将近三万人民币 大家也知道如果是自由行 其实差不多这个价钱 这个花费就已经够了 我也是希望能够 回来的时候自行的隔离一下吧 这样我就没有那么羡慕嫉妒恨了 好吧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 拜拜